柴米油鹽醬醋茶 這個是生活必需 但是像我們之前的烏二戰爭 油就開始飆高了 就很多家庭主婦說 天啊葵花油怎麼這麼貴 結果沒想到現在糖也要變高了 那又是什麼原因 這個糖價其實跟戰爭的因素稍微小一點點 但我們來跟大家來聊一下 為什麼糖價最近變得那麼貴 其實國際的糖價創下了是11年來的新高 因為現在糖的話 大概一磅是26美分左右 那今年以來呢 其實漲已經大概超過30%了 那除了這個國際糖價在漲外呢 有一些這個所謂的氣候衍生性商品 也跟著在漲 比如說像是柳橙汁 柳橙汁、可可跟咖啡豆 這三個的期貨呢 你看也都漲了 大概有快要40%啊 10幾%不等 那我們再講回糖好了 糖為什麼會漲個不停 其實是兩大因素所造成 第一個是氣候的因素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全球產糖產最多的是在哪 是在南美洲的巴西 巴西因為這個反聖因現象的關係 所以說它其實不只有這個糖 還有咖啡、黃豆 它的量都變少了 所以這個量少當然是價格就往上飙了 另外一個那個第二大全球產糖 第二大的國家呢就是印度 印度呢它是受到這個降雨異常的影響 雨下的太大了 所以說去年到這個預估 去年10月到今年9月 這個產量應該會降個3%左右 這個是氣候的因素影響 還有一個呢是跟這個甘蔗的用途變了 有關係 這個甘蔗變成去轉煉乙醇了 為什麼這麼要有這個 酒精嗎 這個轉對轉化 其實是跟油有關 是因為大家還記不記得4月的時候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這個OPEC Plus 它就是產油國突然減產嘛 那沒有油 所以說這個印度的話 這個 不是說沒有油 油的量變少了 那這個印度的話 它就是把這個一部分的甘蔗 它拿去提煉成乙醇 要做生殖柴油 所以也是要為了要穩定油價的這個供應量 但是經濟價值感覺生殖柴油比較高 比糖高吧 可能賣的價錢可以比較好 那這個印度的話 它其實甘蔗拿去這個煉乙醇的這個量 是增加了38% 所以甘蔗的量變少了 拿去這個煉成其他東西的話 就影響到了印度的糖的產量 糖就變貴了 對 那講到說糖變貴 其實糖用在很多東西上面嘛 你幾乎一天可能 除非你有在做飲控 然後很少吃糖 要不然的話其實你一般來講一天當中一定會多多少少 攝取到糖分 對嘛像台南一定是用糖量最高的 城市有沒有 你吃小吃 縱使它是顯得也有很甜的成分 會要提用糖來提味 對 沒錯沒錯 就是有這個糖要用嘛 好那我們看到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說一磅26 有26美分 所以說很多這個含糖飲料 糖果還有巧克力 這些是會跟著一起變貴的 而且其實這些 因為最近通膨的關係嘛 所以比如說人力的成本 其實能源成本也跟著高 所以這個東西到最後其實都是我們消費者 最後末端要來承受的 好那我們再來講到說這個甘蔗 這個不是只有印度的甘蔗這個收成受到影響 我們看到除了這個印度之外 還有中國泰國跟巴基斯坦 他們這個甘蔗榨劑已經是到了尾聲 但是他們的收成是大幅的下降 還有這個剛剛提到的巴西 他們是因為降雨延後到這個4月的收成 那還有一個部分呢 這個糖是除了甘蔗之外 還有一部分是甜菜 甜菜也可以變成糖 20%的甜菜是拿來做成糖的 那歐洲就主要是產甜菜的地區 那也是因為這個夏季乾旱 加上整個種植的面積減少 所以說甜菜在歐洲的收成不佳 你看甘蔗有問題 甜菜也有問題 再加上這個這個油的關係 所以導致說這個糖的價格是不斷的在往上升 一連串的問題導致的 對那除了糖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我們常吃的東西也在跟著漲 就是豬肉 我覺得什麼都有漲 對我們提幾個大點來 對那豬肉的話呢 這個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每公斤其實是快要破百 是已經有曾經破百 但現在逐漸降回來了 在這個清明節前的時候呢 台灣的豬價 對一公斤111元 所以後來有慢慢減緩了 到5月9號的時候呢 大概是89.3 那我查了一下最近大概就是89.9% 上下在徘徊 那這個農委會就有被問到嘛 他就說 我們的這個毛豬的拍賣價 其實跟歐盟來比的話 漲價的幅度沒有到那麼高啦 說我們台灣大概20% 歐盟漲了31% 這個是農委會的說法 不是我說的 好 那現在呢農委會就是有 他說他有做一些措施來希望呢 穩定台灣的豬肉的價格 比如說他已經協調了台糖 要多增這個牽頭的毛豬 然後還要進口超過3000噸的豬肉 然後呢 還有這個福島的養豬場啊 機動社這個肉品市場修飾等等之類的 但是呢 因為這個我們剛剛提到說 國際的豬價是上漲的嘛 那這個其實這個它上漲的話 其實也會讓國內豬的這個需求 也跟著增加 所以說這個端午節會不會漲呢 這個很難說啊 但是是希望說可以維持到 一公斤95台幣 對 為什麼大家好奇端午節哦 是因為粽子裡面都包豬肉 對 不可或缺 那不然我們換牛肉好了 換鮑魚是不是 鮑魚粽海鮮粽 鮑魚可能又太貴了 我就變成魚粽或是蝦粽 這個可能是可以來調整的啦 那個主委很常講嘛 就是大家吃不到A就吃B 吃不到雞蛋吃鴨蛋 吃不到豬肉吃牛肉這樣 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我們今年就來吃吃牛肉粽 對不對 但可能又它這個言論也許出來 又可能有一些名怨會產生 對因為我跟陳吉仲還算蠻熟 它是豬農之子 它家是養豬的 所以它對豬當然其實有一定的了解性 但確實在這個豬肉上面 可能也有一些供需的問題 需要做調配啦 這個也是一個它需要思考的問題 沒錯 好 那我們也這個問到了這個台經院的研究員 邱達森博士 來幫我們分析說 除了這個糖 糖價往上升之後呢 之後還有哪些原物料有可能會跟著漲 其實對俄物戰爭的觀察 就是它在這個去年 二月開始爆發之後 那的確短期間 對這種國際的原物料 跟大宗物質的價格 那產生了很劇烈的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 都是原物料跟大宗物質的出口大國 那所以說呢 基本上就是說 在短期間產生這種 供不應求的這樣的疑慮 但是這個戰爭發展到現在 我們發現就是說 它對這一種原物料價格的影響 似乎是慢慢在減弱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這個供給方找到一個新的需求方 找到一個新的一個均衡 那因此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通膨 其實它的最高點 應該是就是在去年 已經過了 那現在雖然說整個通膨呢 因為這種在疫情期間 主要央行過度的貨幣供給 這個通膨還是嚴峻 但是今年看起來是有 有逐漸緩和的一個趨勢 只是說這種 緩和的一個速度呢 不如預期 也就是說 主要的央行包括 美國聯準會還有歐洲央行 在今年不太可能看到這個通膨膨脹率 來到他們所設定的2%以下 但是基本上這個通膨的一個情況 是逐漸在舒緩的 那包括這個國際的原物料價格 目前最近的走勢呢 也都沒有再飆升的一個現象 目前看起來就是說今年啊 看起來這個原物料價格在減緩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看這種 價格或是通膨 我們是用年增率來看 那因為去年的基期已經非常高 所以說今年相較於去年 這個通膨率是逐漸減緩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今年的因為這個主要的國家的明目利率 都還是處於高檔 因此壓縮了市場需求 那因為市場需求的一個萎縮 再加上原本預期這個中國解封 是不是會提振性的需求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這個需求也是有限 那因此呢現在這個整個的這個物價 上揚的這個趨勢呢就是慢慢的減弱 那但是呢還是有一部分的這種大眾物資 必須要注意的 也就是特別是跟農產相關的 比如說像黃小玉 那為什麼呢 那因為這一部分的話就是跟這種全球氣候變遷 而引發的這種乾旱這種現象比較相關 那基本上呢就即便這一次呢沒有疫情 或者是說沒有這種出現 主要央行過度的這種QE貨幣供給的現象 但是呢整個長期的趨勢呢 我們發現這種氣候變遷其實對農作的一個影響呢 還是每年在發生 那因此呢還是會從這種供給端呢 引發這種價格的一個持續的上揚 好我們剛才講完了這個 比較容易受到一些波動漲價的東西 豬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知道觀眾朋友剛剛聽完之後 有沒有想說那今年種子改變一下 好那當然講完豬之後還有另外一個家禽 也是大家很關注的就是雞 我們今天都跟動物有關了 今天變成一個動物星球頻道 好那雞是什麼呢 最近在台灣的話題就是缺雞蛋啊 這個雞肉也變貴了 但最近因為有這個泰國的蛋來了 所以我看這個都買得到雞蛋 然後回穩的這個價錢情況也變得好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講雞呢 這個雞不是台灣的雞 我們有聽過台灣就是烏骨雞 或是一些什麼土雞 就是爸爸媽媽超愛買這個 說什麼肉質比較結實 對 但是這個雞特別厲害 它一隻雞要賣2700萬台幣 好扯喔 這個是一棟豪宅 黑色的雞 對啊 這個雞呢不是空金的 還是黑色的 黑色的 它是藍寶堅尼雞 很厲害 因為它的價格就跟一台藍寶堅尼差不多 所以有這樣子支撐 好你看到這個雞喔 它全身黑麻麻的 比烏鴉還要黑麻麻 真的而且是連雞灌都好像 對雞灌黑的 然後這個下面都是黑的 它身體全部都是黑 其實它連骨頭都是黑的 它是有一個黑色素的基因 然後它已經直接就沉澱在它的基因裡頭 所以連蛋出來都是黑的 哇 那這個叫做西馬尼烏基喔 在印尼叫做金屬基 那它身上全部都是黑色 所以連蛋都是黑色 那它一支大概是7萬台幣左右 他們印尼人認為說 這代表是好運帶財 感覺有一個比較吉祥的象徵喔 那也有一個印尼的富商 它花了2760萬新台幣 買下金屬基喔 這個拍賣價 所以他們就叫做 欸這個是藍寶接尼基 因為2760萬 如果拿來買台北市的一個 算可以買到一個小豪宅吧 喔我覺得好像可以喔 而且它很市中心對不對 所以一隻雞跟一隻豪宅 差不多價錢 那在印尼大部分是用來祭祀 但是在外國的話 是用來觀賞或是當寵物 那這個也蠻心 要價不菲呢 對不對 因為你看只有在我們國際普遍 才會跟大家來聊這種特別的雞嘛 對不然大家一直想 都是說喔我很缺雞蛋啊 我吃不到雞肉啊 那居然還有這麼昂貴的雞喔 跟大家分享 好那第二個就是喔 其實在美國這個德州 他們有在海灘上面喔 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生物 你看我旁邊這個圓圓的就知道 欸真的蠻可怕的齁 它有牙齒耶 看起來到旁邊又毛毛的 想說會不會碰會怎麼樣 對是不是什麼 它只是在睡覺 然後突然把你這樣一口給咬掉 有可能 好但是這不是啦 這個德州公園的野生動物署的工作人員說 這個是羽毛狀的這個部分喔 其實是魚塞 然後它附著在骨質塞工上 然後中間這個刺刺的喔 其實應該是它的牙齒 嗯 那它判斷這個可能是大型魚類 但問題是什麼魚 它也講不出來 反正就是一個很奇怪 深海裡的大鳳 沒有深海裡的某個魚吧 不知道 但是這真的是讓大家覺得說 欸世界上還有很多是我們未知 對 需要探索的對不對 還有可能有很多新生物我們還不了解 對 那這個PO到網路上之後 你看網友的這個反應也很熱烈喔 他們說哇 真太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了 還有覺得欸好像覺得被摸就會咬一口 真的 未知的東西是讓人類最害怕的 有點恐懼感產生的 對 好那你一定還想知道我們要 最後一個要講什麼奇聞喔 我們來講這個霸王龍 霸王龍其實在過去 大家比較熟知的名字就是暴龍 對 那這個暴龍呢 是6700萬年前喔 就是這一個化石 因為我們過去都是在電影裡頭看到模型嘛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經歷什麼白二世紀喔 這都是恐龍時代的時間 那如果想要看到就只能看化石 但這個化石很特別喔 它其實蠻大的喔 它高3.9米 長11.6米 它是由293塊的骨頭組成的 所以真的很特別 那很特別的地方 還在後頭 這一個巨型的霸王龍化石股價 它的成交價非常高 是610萬美元 大概是1.8億台幣 很貴很貴 最近比那個雞還要 我剛剛這樣比那個藍寶堅尼雞 還要更 藍寶堅尼龍 這個很厲害 對那它是第三劇 就是全世界第三劇 因為第一劇第二劇都賣得蠻高 但價錢其實也都真的是有在比拼喔 那因為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完整的頭骨喔 因為他們說 在白二世紀的時候 常常它的頭骨會被分裂 然後就進到成基層裡頭 所以都找不到頭骨 所以這個那麼完整 對是最特別 非常罕見 也很寶貝啦 所以這個成交價自然很高嘛 那我覺得這種放在這個博物館裡頭 帶來的效益也不錯 因為一定會有小朋友去看啊 或是有一些考古學家去做研究 那這個50%都是來自於原始的骨骼喔 它是由來自美國跟加拿大 那它整個是由三個霸王龍的標本組成啊 所以不是只有一個喔 可能很困難 對 因為可能我找的A B C A就是沒有頭的 嗯 那B可能沒有尾巴 對 C可能沒有腳 好不容易又湊 又三隻湊成一隻 比較看起來完整一點 對 所以確實蠻罕見的喔 那它是六千七百萬年前的恐龍 所以更是珍貴喔 也是大家 有些很多小朋友很喜歡恐龍 對對對 尤其是小男生 嗯 它就看到啊恐龍恐龍 就不用只在電影裡面看 而且這真的就是有它的骨骼形狀嘛 嗯 所以這也是1.8億台幣的這個 暴龍化石喔 跟大家來分享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